メガマワル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你可以看看一些卡通或漫画 卡通或漫画一个人物 他的眼睛一直旋转的样子 这个是为什么? 对,太忙碌 很忙碌的时候描述的方式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日本的メガマワル就是指 形容很忙碌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看看第一句 忙碌太忙碌 目が回るような毎日だ 忙碌太忙碌 目が回るような毎日だ 忙碌太忙碌 什么意思? 原本就是忙碌太忙碌 一形容词嘛 那一改成すぎ 意思是太怎么样 或者是过度怎么样的意思 太忙碌 所以怎么样呢? 用て来表示接续后面的句子 那结果呢 メガマワルよ 好像眼睛一直旋转那样的每天 那比较自然的翻译方法就是这个样子 每天都忙的团团转 可以吗? 所以呢 那目が回るようです 如果是别人问你说 你最近好吗? 忙不忙? いやーもう本当にね忙しいんですよ 目が回りますよ 忙しくて目が回る 或者是目が回るくらい忙しいです 暗い也可以呀 或者是暗い也可以改成 目が回るほど忙しい 一样的意思 对 所以会有很多用法都可以呀 反正就是 目が回る来形容 哇 我忙的程度是已经超过我可以接受的范围 是这样的感觉 目が回る 可以吗?